因为为何今次介绍这个饭呢? 很多网友上次见我 在Facebook 投资完照片就 PM 我啦 问可不可以下一次就煮这个饭 今次我为大家介绍的是烤猪扒饭 材料有猪扒、蕃茄、甘筍、洋葱、罐头菠萝 以及会拉丝的芝士 好了,我们现在先处理猪扒 啊,处理猪扒之前 我刚才已经煮下饭了 因为饭要放冷才好,才好吃 那我们就先断掉它的根 其实是脂肪来的 剪掉了 因为为何今次介绍这个饭呢? 很多网友上次见我 在Facebook 投资完照片就 PM 我啦 问可不可以下一次就煮这个饭 那今天有没有空的 因为比较有空的话 就快要去买东西 然后抢一 Proper Click 仆 going 都是可以煮的 我们剩下一根 然后用叉咆嘟 两边也锁稍后 这样会入味一点 虫扒就没那么硬 这一块也是 好了,我们锁好 放在碟上 最少晾它两个小时 我们用点鸡粉,糖 我加了一些美极和豆粉,拌均匀了 这里最少腌两个钟 下手,捉一下,让它吸收均匀 腌好了,就放在冰箱 淋溶之前半个钟才拿出来 OK,可以把它包回去了 好,红萝卜我们就削皮了 那我们就切吧 待会煮的时候,首先要煮一下 不然到时就不腌 我尽量切小粒一点 这些厚身就一开二 出了水才炒,容易腌 不然焗焗,很难焗得腌 洋葱 我们一个会先炒一炒 小一个我烤的时候就放上面 这样就有两个口感 如果你全部拿去炒,也是会腌 记得炒之前拆散去 不然一煮这样,就没那么容易炒熟 有一个小一点,到时就分两次下 好,跟着蕃茄,蕃茄我们一开四就可以了 对了,就是这样 那好了,我们先煮热一点水 那我们现在做第一步呢 就先煮红萝卜 但是煮红萝卜之前就加些盐 然后呢,就记得拿回冰箱的猪扒 那还有呢,就要开始预热焗炉了 那我呢,就用烧烤那个面的 跟着就开二百度 那就焗焦它 可以,现在加些红萝卜下去 那我相信都要七八分钟 煮它 那,接着这个步骤呢 炒洋葱,和炒一些蕃茄 炒出个汁出来,炒出个蛋出来先 那拌面糊那里呢 就,可以差不多吃的时候才做 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现在加些油 那些蒜头,洋葱,拆开它 那我先下了蒜头 不要下了,要留一点点 铺面就有两个口感 要不然呢,淋了 就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好吃 那下了蒜头去炒吧 留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大火了 慢慢火炒它就可以了 这里就可以炒到它甜点 炒它软身 跟着我们就会下茄膏 和蕃茄,和红萝卜 和红萝卜 调了一个汁先 炒到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下茄膏 那大约落一汤半匙 或者两汤匙 那就炒香它 那我们下茄和红萝卜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下了 留一点蕃茄 那红萝卜就可以下了 因为我就想铺面更漂亮 留一点点 留一点点 不然炒到融化了 又是没那么好看 这里可以开大火 现在 滚起它先 如果炒过的茄膏 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 更漂亮的 即是当你可能煮罗菜汤 那些茄膏炒过 出来的颜色就更漂亮 如果你没有炒过 是在尽尾煮好 打算先下 这个颜色就不漂亮 是很清很多 如果你炒过 就逐一点 那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水 这里不怕的 因为我们之后 会打个面糊 那它就会稠 这个肉猪扒饭 最重要是多一点汁 如果不是 就不好吃 好了 现在我们 煮到差不多了 就调味了 这里有些鸡粉 有些糖 接着就加茄汁 接着如果有鱼汁的话 就可以加些鱼汁 如果没有鱼汁 有那种叫做 HP酱 也可以 用HP酱 都可以的 有鱼汁就加些鱼汁 因为会香一点 那就可以试味 试了味 就自己喜欢酸一点 甜一点 咸一点 自己就 弱力试一下 煮菜很简单 不需要跟 什么多少多少 每个加些分量都不同 那我就觉得要多一点茄汁 还有加些美极 这个是灵魂 美极一定要有 好 煮猪扒饭 如果加了 比较多 就不用加盐了 嗯 OK OK 搞定了 那我们可以抹起它 接着炒饭先 然后做面糊 这样 那我们就加了些油 那我喜欢 我加了两只鸡蛋 但是我不会全部加炒饭 因为我留下大约半只 我会来拌猪扒 那煎的时候 就要一层蛋浆包住 我们先炒饭 再加进去 包住它 尽量 看看能不能做到 那我一早煮了 那其实饭 也会冷 冷了 冷了 那如果有隔夜饭 当然是用隔夜饭 最好 炒松它 好了 现在炒饭了 我们可以加些蛋浆 记得留一点 好 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这里 英国的 我拍这条片 这个炉头 就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右手边 但是它是粒了 那我拍片 就没那么好 那刚才我的鸡蛋 有加到盐 这些饭已经炒好了 那我们就用个烤盘 就铺上去 铺平沸去 那我这里煮了1.5米 因为上次煮2.5米 我们都吃不完 那我们烧熟了一锅 之后呢 转慢火 中火 那我们下猪扒 因为有蛋浆 就很容易煎焦 其实不需要怕它生 因为我们呢 一会儿还会进烤炉的 那一定是烤得熟 那猪扒的 那一定要慢火 就不要煎焦它 那每一边呢 如果你慢火 就煎2分钟呢 就转一转它 那好了 煎了2分钟了 我们反一反去 看看行不行 OK的 那最好呢 就反两次 都是要慢点火 不要太大火 都是说一句 入烤炉呢 会烤熟大猪扒的 大家放心 好了 现在煎完了 我自己是觉得OK的 那接着呢 就拿一块猪扒出来 看一看才切 不要那么快去切 如果不然呢 就会流失去肉汁 好 现在煮的面糊呢 首先都是小火 因为牛油很容易冷 一定要加牛油的了 我们这里先下了一半 煮开去 煮到牛油呢 差不多融化了 那我们就可以下面粉了 推到它 那些粉没有了 闻到香味呢 就成功了 很简单 这个步骤很简单 那如果你不知道 那份量有 怕待会混入汁呢 会很稠呢 有两个方法的 我自己会做法呢 先撐起一半先 那接着放汁 那你可以如果不够的 可以再加 那我搅拌 开大一点点火 就是那个稀稠度 你自己看 如果稀稠的那些饭 就 不会那么容易熟了 如果不够的 就可以再加 就不要那么急 煮回热去先 因为它越煮就越稠了 其实现在呢 我铲起了一半的了 那你们看到 其实它都 挺稠的 那我自己就觉得 可以 不需要再加了 OK的了 搞定了 这里的汁 那好了 那我们的豬扒 放了一会儿 那切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呢 就一定不熟的了 是的 有少少红的 不过不怕 因为我们会放入焗炉 焗 因为它太厚 如果你过濃 又会焦了 那我一会焗焗 我就会调回恒温 最少你想有焗的效果呢 都可能要二十几分钟 那切好了 我先切完 切完再铺上面 OK了 我们现在呢 把饭呢 放出来 铺一块猪扒 下去 排好它 那我就 其实我一般的菠萝 不过Hailey和YM 就喜欢吃 即是如果平时我出去 有些菠萝 我通常都会减减 但是它们喜欢吃 就没办法 要焗焗焗 因为我觉得 就不一样的配搭 即是有些呢 还要加西南花 我觉得是过分的 那好了 现在可以加汁了 其实呢 汁方面呢 最好就愈多 好过愈少 因为如果你有这么大盘 你又不够了 那就 不够汁 就一定不太好吃 我觉得现在刚刚好 不够了 不过我相信 YM又会说我不够 不够了 OK了 接着呢 刚才我就说 有些番茄呢 我又喜欢生一点 我都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三个人吃 麦半米就一定够了 因为你加上其他菜 就很多了 会变了 生一点的洋葱 我都喜欢吃 好 接着呢 可以加芝士 芝士就一定改亮了 没输了 怎会买一包 可能你未用到下次 就已经发了模式 所以呢 就不要打算用两次 那好了 那入烤炉 那好了 我们现在放入烤炉了 那大约 看芝士 我想都要烤15至20分钟 就是要这样 烤烤的变 好完美 那我待会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现在烤了大约13分钟左右 那我先前用恒温的 之后呢 我再继续5分钟 只烤面 烤焦它 好了 试吃专丸 ok 我们今天吃什么 媽媽,OK? 拜拜 拜拜 大家記得要焗來試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 like,share,and subscribe,and comment